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二十八节 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耶稣在这里强调 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的 是为了人的好处而设的 所以安息日是人的仆人 人是主人 主人有急难的时候 安息日的条例 是可以暂缓的 最后主耶稣表明 他是安息日的主 他有权柄支配安息日 有权柄解释安息日的律法 主耶稣要把救赎的恩典带给人 就是要叫劳苦担重担的人 到他面前得着安息 他喜欢赐给人真正的安息 而不是受安息日规条的束缚 其实我们个人的信仰生活里面 可能多多少少都存在着一些规规条条 一些要守的 那么多年下来也学习了不少所谓的属灵操练 今年累月不知不觉的 这些属灵的动作或习惯 变成了敬虔的外表 而忘却了他的本质 是为了亲近主 爱慕主 许多传统教会也是这样 三十年前成立的时候 教会有一套的制度 法规 传统习惯和做事方法 一代一代的人来来去去 但是三十年后 还是守着传统习惯 守着方法制度不变 求主灵明我们 让我们不要成为法利赛人 让我们的教会不要成为 墨守成规 拘泥传统的教会 不知不觉的 以制度代替了神的旨意 以传统代替了基督